你的策略真的有盈利的能力吗? 还是说只是一次随机幸运的结果? 不管你是量化教育者还是主观教育者 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你没有想清楚 那么你开发再多的策略复盘再多的时间都是毫无意义的 首先让我们使用我们这颗聪明的大脑来思考一下 什么是真正的交易优势 好我这里认为你思考完了 我说一下我个人的观点 我个人认为优势其实是指的我们所采用的这些交易策略 与市场的其他的交易者的平均水平相比 是否具备了更高的成功概率或者更大的盈亏比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花同样的成本 我获取的回报是否能够超过市场的平均水平 如果超过的话 我认为我的这个策略是有一定的盈利上的概率优势的 好我这里设计了一个小实验 我们通过这样一个这个Python代码 Python程序来重现一个会影响我们真实绩效的一个致命的问题 我们这里来模拟一个交易策略 我们假设这个交易策略就是你今天开发出来的 胜率有49% 盈亏比的话就是个1比1 交易比数的话就是500比 那么有经验的同学 其实根据我们这里的胜率还有盈亏比 如果再加上这个交易成本 就会很明显的知道 这个策略它一定是一个没有任何盈利优势的一个垃圾策略 然后我们这里把这个垃圾策略我们把它执行一次 执行一次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策略 它可能会产生的一条资金曲线 有时候它是盈利的 有时候呢 它又是亏损 大家注意观察这个1000 因为我们这里的初始资金是1000 所以低于1000的话 它这里就是亏损的 高于1000的话就是盈利的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这个结果 就是有时候盈利 有时候是亏损 好 现在我们把这个随机的这个策略数 我们给它改成50 也就是模拟50个这样的垃圾策略 你可以想象成为你开发出了50个同样的 这样的明显的 没有任何盈利的概率优势的策略 然后我们把它跑一下 这是他们的这个资金曲线 好 现在我们有了50个策略 50个明显的没有任何盈利的优势的垃圾策略 在他们交易500笔之后的这个资金曲线 我们可以把这个过程给它执行一次又一次的去模拟这个过程 不管这个过程你执行了多少遍 不管你执行多少遍 你总会发现一个现象 就是总会有那么一个策略 它的资金曲线 首先它是正期望值的 然后 它的整个的运行轨迹 看起来都还不错 看起来比较良好 即便是我们已经根据这里的盈亏比和胜率 已经把这个策略设计成为了一个没有任何优势的策略 即便是在这个前提下 只要我们策略的数量够多 比如说我这里设置的这个50 那么就总会有一些策略的资金曲线 看起来好像是拥有了盈利的概率优势 那么这个结果它呈现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就是当我们在执行策略优化 或者说是开发策略的时候 我们如何确定我们所得到的这条资金曲线 它这个盈利的结果 是因为它真的有盈利的概率优势 还是说只是纯粹的一个随机的一个幸运的结果 就像我们这里模拟的这个过程一样的 我们已经非常明确的确定这个策略是一个垃圾策略了 但是同样的策略 我们给它运行50次之后 它总会产生一些看起来还不错的资金曲线 这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假象 因为金融市场的随机性是很强的 我们在短期内很有可能通过运气 获得超过市场平均水平的收益 但是如果这种收益的来源并不来源于我们真正的这个盈利的概率优势 而是只是纯粹的这种运气的话 那么我们在长期的这个投资过程中 它是一定会遭受巨大的这个损失的 这是一定的 好 现在我们再添加一个交易策略 添加一个确实有盈利的概率优势的策略 我们这个优势给它提升了10% 其他的参数我们不变 还是1比1的这个盈亏比 交易给它交易500次 但是我们这里的胜率给它提升成为这个54% 那么很明显 1比1的盈亏比胜率54% 那么可以确定的是 这一定是一个具备了盈利的概率优势的策略 那么我们把这个策略 有优势的这个策略 首先我们把它的这个资因曲线的颜色 给它设置成为红色 然后再把它加入到我们之前的这50条 50条明显没有盈利优势的策略中 我们看一下它的表现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 红色的线与其余这50条随机之后的结果 它们之间的优劣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 可以看出来 尽管我们这个红色的线代表的是有优势交易策略 但是很多时候 它依旧是落后于我们这些随机之后的这个结果的 比如说这里 看它是很明显处于一个 明显的处于一个震荡 但是这些随机之后的明显没有概率优势的策略 反而比他跑的要好的很多很多 那么这里有些观众可能就会说了 你这个优势提升了10% 还是太少了 这个优势还不够 好 那么我们这里把它的这个交易比数做一个提升 这里是500笔 我们给它提升到3000笔 然后其余的所有的这些参数 我们都保持不变 也就是盈利的概率优势还是10% 我们只是增加了这个交易比数 然后我们再运行一下 我们可以多运行几次 大家观察一下他们之间的关系 我们运行了很多次啊 很明显可以看出来 这个拥有盈利概率优势的策略 它是极大概率跑赢这些随机之后的结果的 这个起始点是1000啊 很多策略在直行到后面都是已经亏损的 可能个别的这条线可能是处于一个盈利的 盈利2000啊 所以从长远来看 它的表现是非常明显优于这些随机之后的结果的 但是从短期来看 从短期来看 比如说我们观察这里 观察这一块啊 从短期来看的话 这条拥有交易优势的策略 在这些随机之后的结果中 其实它的表现并不突出啊 有时候还很落后啊 包括多运行几次啊 都是可以很明显能够看出来的 它在这一块 它都不是属于这个 属于这个出类拔萃的 你基本上是看不出它的这个盈利的概率优势的啊 不管我们运行多少次啊 它这种现象都是存在啊 长期看都是轻松的超越啊 短期看的话 谁输谁赢啊 就真的不知道啊 所以我们这里可以得出一个很明显的结论啊 一个影响你策略真实绩效的关键因素 就是我们的样本数量啊 具体在这个例子来说 就是我们的交易比数啊 一方面是说我们在回测的时候啊 不管你是量化也好 还是说你手动进行一笔一笔的复盘 你回测个一百笔两百笔五百笔交易 这些小的样本容量的情况下 如果你回测最后的结果是盈利的 那么你也不能确定你这个策略是真的具备了这个 盈利的概率优势啊 又或者说你回测的结果是亏损的 同样的你也不能说这个策略 他就没有盈利的概率优势啊 因为你的样本量太少了 少到他只能体现出一种无序性啊 一种随机性啊 根本就不具备统计性的意义 大家注意啊 我这里说的这个500和3000啊 他只是我这里一个大概的值啊 这个数这个数据他不是固定的 他只是我这里用来举例子啊 我想通过这个例子让大家认识到啊 当你面对一个策略的时候啊 请保持警惕啊 不要陷入到一个看起来完美 但实际上是一种假象的这个回测报告中啊 至于说这个策略 它是否真的具备优势啊 它也不是说简单的判断一下这个交易比数就可以确定的 它 它是一个加分项 但是它还需要你自己有一套符合逻辑的经过市场验证的回测流程才可以啊 这个我们在内部课程中会说的更加详细啊 并且它也只是一方面啊 另一方面是说即便你的策略真的有盈利优势 但是你把它上线啊 实盘之后 短期之内也不要有过高的这个期望值啊 因为大数定律告诉我们 只有随着试验次数的显速增加啊 样本均值才会趋向于总体均值 但是啊 但是真实情况是啊 很多人它是根本就等不到胜利的果实 他就等不到成熟的那一天 这也是我们趋利避害这个人性它所导致的 因为你短期之内看不到结果 很多人他就坚持不下去啊 好 这就是我今天想给大家做的一个实验啊 也是给大家针对一些看起来美好的这个资金曲线 做一个去魅 好的这个策略 它开发起来是很不容易的啊 有些观众 他会在这个微信上会给我发一些这个他策略的回测报告啊 说实话我是真的不是很想看啊 因为很多时候 就是这些基础的这个认知啊 我们之间都不能达成统一的话 那么说起来它也没有什么意义啊 希望大家理解啊 好 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啊 如果感觉对你有帮助的话 还请点赞评论加关注 那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